尹乾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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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勇敢的心 記不反骨 頭上的天 蔚難孤獨 梦想走过 寂寞深处 竟然有不变的温度 蜘蛛的心步履藏错 蜘蛛的路 飞扬尘土 爱恨看过 人间无数 竟然有满怀的情愫 竟然有满怀的情愫 刘明 广播相 你来干什么 不是保护沈小姐 小姐让我来的 让你们搬坦克 也在那个鞋坡 那里够散住坦克 你们先住坦克 怎么做 小心点说 只要你们把坦克 引出来就行 马线 可以陷住坦克吗 马线是软的 可以填满坦克的履带 这样坦克就能开得慢一点 我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只能冒险试一下 如果 如果不行 我们就死在一起 我就是这么想的 只要能跟你死在一起 能见到你最后一面 我就知足了 我也是 引逼 是 快 赵道坦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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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坚固的东西 总会有它的弱点 我们一定能找到 破解它的办法 要是有飞机大炮就好了 一炮一亮 让它马上报销 你小子 嘴巴被东城流瞎子的海力 这让它有救了 是咱那飞虎队 不必担心 咱们的坦克虽然无法移动 但那只是暂时的 愚蠢的中国人 以为用这种计量 就可以阻止我们 坦克的进攻 可他们忘了 这也相当于在城里 安插了几十个炮塔 等着吧 拖下去 我们就一定稳赢 巷战缠斗 飞机既是向空中支援 也必然会受到地形影响 而无法轰炸 胜利 迟早是属于我们的 怎么还不发动攻击啊 向战缠斗 飞机分不清敌武 无法进攻 那怎么办 有个办法 没法 用信号弹引导飞机偷弹 鬼子的坦克再也无处可藏了 可惜咱们没有信号弹 没信号弹了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唐德做烟花的人不少 以前这一带就好几家 咱们去找找 肯定能找到不少烟花 用烟花做信号弹 肯定行 可是 这一带我们不舍话 还让你去吧 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行 你看好这个坦克 千万别轻举妄动 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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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找着了 给你办 何长官 这种事情不能让一个人来做 为什么 何长官 你别忘了 魔护部有八千代史 个个都是小弄弄的汉子 不要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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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委员长对唐德最后的支援了 这一轮过去就不会再有援军再进前一步 我们只能靠城里的几千人去力拼数万日军 没错 就靠我们自己了 传令下去 告诉虎奔的兄弟们 调动一切力量 不惜一切代价 坚守到最后一刻 真是羞耻 打日本帝国的军官 将在象镇中皮革切成一个 就像是丛林中的兔子一样地被剿杀 大和勇士的荣誉 就这样地毁在了中国军队的枪口下 你们必须想出对策 要么充实我帝国的荣誉 要么就像他一样被中国军队掠杀 将军阁下 恐怕现在你应该赞同我当时的观点了吗 看来这个猎杀小组还是非成立不可呢 你不是问殿下的观点 而是问对策 又是他 和平安 你们谁去消灭他 还是由我去吧 大日本帝国的荣誉将由我 天皇的子孙亲自带会 证据可下 之前我跟您提过 要组建一支猎杀小队 这一次不管您批准与否 我将带领军中最优秀的狙击手 去猎杀那些中国人 好 好 勇士们 我等待你们开轩归来 即使 你们将成为大日本帝国的英雄 大白营 将对你们进行特殊表仗 我将为你们秦宫 并亲自为你们佩戴大左的兄长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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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王殿下 这次你率队亲自出征 想必是胜券在握 我就在此等候你的好消息 将军阁下请放心 我一定亲自带回和平安的人头 来纪念大日本帝国的亡魂 勇士们 你们是帝国的骄傲 你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不过这一次 我只要你们做捕兽家 给我折断虎奔的力草 拔掉他的牙齿 扼住他的咽喉 明白了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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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而饭 如果他们同就因为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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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住 撑住 何长官 能跟你一起打鬼子 直了 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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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ène 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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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大哥 大哥 你都扛不住了 这娘子还是不是爷们 赵兄弟们 扛不住人 扛 是 扛 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走 快别 跟我走 快点 又是一天 这一天我们牺牲了多少的勇士 可是竟然还没有攻克唐德 这唐德的守军也真是跟我顽强 他们竟然还守住啊 唐德现在被他们划分成五个区域 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个标理性的舰图 他们囤积重兵 准备给我们展开反复的拉锯战 此时的唐德 每一寸土地都是一个战场 今夜我要发动齐熙 让正宗的独却部队冲上去 来呀 哥 你开 兄弟们 我海东升没本事 把他家伙带进了死路 大哥 你说什么呢 你给我们带了一条好路 就是 当土匪才是死路一条呢 就算我们死在这儿 我们也是英雄 对 我们就是英雄 好 说得好 天一亮 小日本就杀下来了 今天你们要跟我死在一块 既然我们死在一块 我就不能有什么瞒着你们 混江龙是我杀的 混江龙本来就想杀我 我当时靠小日本的保护 留下一条命 可我更想杀了混江龙 你个狗杂蠢 那个姓何的捅了他一刀 可是他留了一手 扎得不深 是我送了混江龙一程 我知道 这件事我算计了大家伙 我对不住你们 今天你们谁要想报仇 我海东生这条命 你们就拿去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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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也别说了 明天天一亮 谁都活不成 兄弟们 那句话怎么说呢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可我们做到了 我们是亲兄弟 对 亲兄弟 亲兄弟 兄弟们 我海东生在戏台子上 唱了一辈子大英雄 下了戏台 我他娘都连狗熊都不如 那今天我跟兄弟们 真真正正做了一位大英雄 大哥 既然咱们都是英雄 那你给哥几个起个名吧 起啥名 他们不是叫咱们土匪吗 我们就是土匪 土匪也照样拿上嘴子 我们都是好汉 都是梁山好汉 大哥 那你是梁山第几条好汉呢 我是水不梁山 第一百零九条好汉 海东生啊 你给 就这点燃药了 嗯 集合 何彬 你干吗去 哥有哥的任务 你的任务是在这里固守 我的任务是出去进攻 天亮之前我要再突袭一次 你放心 人在 驴舍在 兄弟们 准备出发 是 何彬 你要是先走一步的话 我可就赢了 你已经赢了 你赢了自己 你才是最了不起的 出发 出发 来 大哥 小鬼子的毒气不对上来了 兄弟们 小鬼子着急投胎啊 兄弟们 行您好 咱送他们一程 来 走啊 走啊 秦宣杀 幸福 你还能辑 你还能辑 1080 海东生 五州扣兵 扣政 这毒气 我知道 那人家伙真 我 城里收到日本人的传单 说巨风楼的屠法已经投降日军了 什么 都怪我这双眼睛啊 知心 不用自责 现在的这个极灭 绝非你我能控制得了的 这些人 石牙周旅店失收了 我就知道这帮汉奸土匪们靠不住 没想到这么快就投降了 不会的 他们不会投降的 那你说 他们要是没投降 为什么挂鬼子起 我想 我想他们肯定已经吸收了 短时间失去两个据点 只能说明异点 鬼子采用了更猛烈的进攻手段 那会吹什么呀 阁下 整个一个晚上 郑宗军已经攻下两个据点 郑宗军的部队 不愧是大日本帝国强势的精锐 阁下 按照您的吩咐 传胆已经散发到整个城中 城中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 巨幅楼和亚洲旅店的人 已经投降了 怎么说 中国人现在应该很恐惧啊 恐惧总是能够让人丧失理智 再优秀的指挥官 只要丧失了理智 也会成为别人的猎物 阁下 那下一步 就是我们猎杀的时刻 布置好现今 猎物随时会疯狂地反扑 看到了吧 车上面都是军官 中座还有大座 那个大座是秦王 真的 太好了 日本人占了咱们的据点 正好杀了这些军官 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对 我敢说 这次的猎物是最好的 好 我们现在就行动 杀了秦王和这些军官 或许能阻止 日本人攻占唐德的计划 走 小姐 小姐 坏了坏了 怎么了 日本人的毒气不对 刘三 县政府里还有没有放多面具 小姐 我全都找了 县政府没那玩意 仓库里全是橘子 你说什么 只剩下橘子 通知大家马上离开这里 咱们这一撤 县政府可就没了 没办法 如果我们待在这里 只有胡会被毒死 六三 马上通知大家 离开县政府 是 小姐 日本人的毒气弹太厉害了 从侧门赶快走 我们去挡一挡 刘三 我们会没事的 带着孩子快走 你们一定要小心 走 快 快 站 快 拦档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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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领 刘主任 宪政府已经被占领了 我们还是去中央银行吧 放开我 放开我 再拉我 兄弟们 你们不能跟着我去死 我已经是将死之人 我的生死根本就不重要 可我要去救下领 就算救不了他 我也要替他报仇 就算我替他报不了仇 我要跟他死在一块 这是我这一辈子的夙缘 可你们不一样 只要你们活着 唐太正有希望 别忘了 你们的家人 你们的兄弟 是怎么死的 行吧 刘世明 太行 潘 你 你 来 你 你 走 刘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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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初任中了 日本人的毒气了 他就需要马上医治 两个孩子 也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该去哪儿呢 走 去中央银行 是 快 去中央银行 县长 又是一军官 今天这日本军官怎么这么多呀 我们来的时候同样也见过这样一批人 穿着同样的军官服 领子上有同样的领章 糟了 一定是日本人设的圈套 和平安的举沙队专门杀日本军官 所以他们让士兵穿上日本军官的衣服 故意让和平安中全到 这样 两个孩子还有刘主任 你们赶紧送到中央银行 其余的都跟我去货场 爹 快那一块儿去 我也要去 薛文 姐不在你身边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也要保护好小猴子 懂吗 好 快走 快走 快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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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那么多时间了 快走 快走 中白服了 撤 和平安 果然是你 真是久违了 不枉我费了这么多心血 把你引过来 手拐一下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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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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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看见你了 你受伤了 没事 这儿 现在只剩下货场和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语于市场 我不担心 我们要先赶到货场 赶在敌人之前守住货场 走 他们不配配在中座勋章 一群没法加务 阁下不必震怒 刚才不是说了 和平安已经逃往货场方向 而那儿 就是郑松军毒气部队 进攻的地方 十分之后 就算了 就算了 只兼须 不要 这儿 我打开 我打开 有达 不过 比赛 得 就算了 没了 不过 太过了 我打开 我打开 走 可怜的中国人 要为他们的顽固和狭诈 付出代价 准备 分 走 不好啊 小日本放毒气弹 局长 怎么办 华鱼姐 带着弟兄们 一定要收好这个仓库 那你的 你别管我 我还有事 局长 你可恰那不能去啊 我知道 你这一去就没得回啊 华鱼姐 既在耽误时间 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你一枪打死我 华鱼姐 你打死我 我也不让你去啊 局长 这么先假 我一直以为 你是贪官无理 胆小怕事的人 我错了 你是好人 你应该活着 带领兄弟们 跟着什么鬼子干啊 华鱼一条件事 你让华鱼去吧啊 臭华鱼 你给我听好了 我郑姓龙堂堂的警察局长 我怕死吗 我是想过好意思 可小日本不让我好过呀 我得感谢小日本 他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国家民族 我也带着弟兄们 好好打小日本 记住了 千万别做闹肿 你听好了没有 千万别给我做闹肿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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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草皮 进仓库 停 合同 你看 兄弟们就踏实了 张局长呢 局长让小日本打死了 兄弟们也可能全都中了毒气 合同 咱们净仓库容易出去可就费劲了 你得快点想个办法 现在还有炮弹吗 就剩一发了 就剩一发了 这怎么行呢 我们得想办法找炮弹了 平安 就想办法 用玻璃 把玻璃砸碎 塞到炮筒里 用玻璃做炮弹 玻璃 玻璃 可以刮破敌人的防毒面具 叫他们中自己的毒气 快 砸玻璃 你 rope 吗 对 吗 什么 对 啊 大 眉 爹 兄弟们没准闹出 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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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平安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我曾经问过你 我问你什么是共产党 你跟我说 愿意为别人的幸福 去斗争的人 凌许牺牲的人 就是共产党 你做到了 我 要遵留 我们好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